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在讲中国的农业模式和粮食安全 其实中国的农业模式 我在几年前就专门写过文章 后来人家最近跟三农专家的有些地方兑现 兑现人家说你看你这只是指责人家 你提了你的观点吗 你提了解决方案吗 什么等等 是啊 这个事呢 因为我原来的印象中 我早提了 而且文章影响还很大 所以应该说老粉都知道 但是很多现在人不太知道 然后后来我再一看 我就发现什么 那个文章居然说有什么违法 不让弄了 被有关的网络一些势力 就给和谐掉了 为什么讲这个是被有关的和谐掉了呢 因为这个项目 当时去参观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跟着国家网信办去的 是国家网信办组织的活动 然后后来呢 这文章呢影响力比较大 又给到了各方的领导 后来也对制定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你想国家网信办安排的地方 网信办接待的 然后写了文章 然后又是国家网信办推送的文章 最后呢 说他有违法信息 不让说了 所以前面我也说了 说这个专家所谓的质疑中国粮食产量 你只要知道数据 知道黑龙江粮食的大幅度增产 那你就知道啊 真正的中国粮食是什么样了 黑龙江的粮食呢 再从科学发展观到走向新时代 这一段时间里头呢 增产出来了整个加拿大的粮食产量 而这增长最多的 实际上是跟农肯有关的 跟技术进步有关的 就是以前呢 我们在黑龙江啊 大家都知道都是春小麦一季 现在呢 我们都知道吃东北大米 整个黑龙江呢 可以种米了 而且黑龙江的纬都呢 和加拿大也差不多 对吧 加拿大呢 比中国的面积还大 黑龙江呢 产的粮食 跟加拿大差不多 所以这里头的黑龙江最重要的模式 就是农肯模式 在三农专家嘴里啊 搞大农场 肯定不行 对吧 这个那个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总个集体怎么搞 怎么呢 在他们的嘴里呢 就是怪胎 最好是私有化 你就想嘛 当年呢 跟毛渔士一起混着 而且呢 一起拿着 伍特基金的钱 一起呢 在添泽所做文章的人 他对这个集体主会怎么说 对吧 所以呢 他要说那是国家资本主义 注意到国家资本主义啊 把当年人民公社这样的都说成国家资本主义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毛头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中国农肯 所以这个中国农肯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黑龙江为什么能增产这么多 我们呢 是到现场看过的 所以这次呢 我原来把这文章顶起来的时候 很多网友就说啊 你做一个视频 大家更有利于传播 大家能看得更清楚 因为现在呢 是视频时代了 所以啊 就把那个文章呢 做成视频 那文章比较长 所以我们想呢 做两期 就是当时我们看到的 和当时的情况 就是对于这个农业呢 我们不是说没有去了解 而且呢 我们是在了解了基础之上 我们在说一些话 而这些情况呢 在所谓的一些三农专家嘴里头啊 是完全的诋毁和只字不提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我们就再讲一下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在这个黑龙江的农肯啊 在全国具有举住群众的地位 就是来这考察之前呢 我们看到的呢 是怪胎 在一些圈子里的流行 给我们呢 当时也有影响 就但是我去啊 就走了一圈以后啊 就深刻的感觉到 所谓的怪胎的优越性 不是一些人呢 妖魔化的那样子 在这里头呢 其实我们也联想到 他们嘴里的另外一个怪胎 在当时说的 说华为也说是怪胎啊 华为的体制呢 也不是西方的 那种样的公司体制 只要呢 不符合啊 这些人的普世价值呢 他们眼里啊 就是怪胎 是妖魔化 是不提 你要知道 跟着毛鱼士出来的三农专家 能跟毛鱼士混在一起的人 是什么样子 对吧 你要是跟他 真的是红的 我估计呢 和黑的 那是同流合污 混不到一起的啊 道不同 不相为谋啊 我们呢 看一看 他们说怪胎的理由啊 他们的说法呢 就黑龙江的 农肯的 你看什么 农用地 商用地 公用地 农肯说不清楚 而且一直呢 为体制所困 不是的 农肯总局 放弃 政府职能 而是呢 不管啊 下放到地方 还是进行公司改造 都因为 钱字挡在前面 难以接受 你就要注意这 他把钱字 为什么提出来啊 那就是 资要进去 你要明白这个状态啊 但是我们进一步的 问了一下呢 为什么 对国家的 战略 安全的 保障的企业 就要比方说 下到地方 为何呢 要进行他们 所要求的 公司制改造 对吧 而原来呢 你看各地呢 这国云农场 改造后呢 你看是否成功 发展呢 是否比黑龙江的 农肯呢 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你看是否可以 举个例子 实际上这个改造 就跟他们当时呢 要把中国的铁道部 改制成呢 铁路总公司 一样的 现在呢 改完了以后的 有关人 已经呢 犯错误了 对吧 已经有了一些问题 这里呢 我们啊 往深处去想呢 就不难发现啊 其实这些人的 诉求目标 是什么呢 其实背后啊 就是资本呢 早已盯住了 这块中国的 战略核心资产 下放到地方管理 在地方的国企啊 就比央企呢 容易私有化 地方的国企呢 目前呢 大量私有化了 而为何要公司化改造呢 为何要剥离 全部的政府职能呢 背后也是啊 只有这样 才好进行所谓的什么 火候所有制嘛 然后就把你连根拔起 资本呢 是血腥的 资本呢 是主力的 你看农肯呢 不是没有公司啊 著名的 你像原来呢 没改制的 现在这个农肯呢 那个北大荒 就是上市公司 你看有 文达山 乳业啊 优秀企业 所以这些呢 农肯系统的 下属企业 公司化 市场化 运营的很好啊 对这些呢 企业呢 那个资本的渗透啊 就是想募取暴力 但是你在 国有的这种体制下呢 所谓它怪胎体制下 就是不可能 不过呢 一旦呢 是其上级单位的 职能改变 就变成有可能了 所以不要说什么 利益集团如何如何 粮食安全 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体人民啊 也是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 利益受损 我们呢 要是要去依据宪法 进行专政 所以有些人呢 嘴里头啊 说着要人民性什么什么的 其实他做的事 并不是这个样 在这张图里头啊 就可以看呢 农肯的这些大型的机械啊 这个机械我们当时在那拍的 其实这里头呢 背影还有我一个人呢 别人给拍的 这个机械的轮子呢 就有两米高 就比我个人还高 大型的农肯机械 所以在这疫情当中啊 其实我们真正的看到什么 就是农肯系统 大农业的效率 这个效率是什么呢 还有万亩的 大的田 大的地号 它这一块田 一个田笼呢 一万亩 有世界呢 最先进的农业机械化作业 就是前面那图 你可以看到呢 轮子就两米高的大型机械 你在咱们这个普通道路上 当然是跑不了了 对吧 然后还有呢 有系统的灌溉体系 有网络监测的信息化农业 就是全方面的体现了农业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的效率 所以就这事呢 就说在当时我们是2016年去的 到2015年年末的时候呢 它肯去啊 对这个农机的更新的投入就有20亿 然后新增呢 各种农机设备呢 三万台 然后投入的话呢 大概要两亿多呢 进行的改建扩建 然后就是农机的管理中心 整个大概对这些机械的全面的管理系统 花了两个亿 就是它的有多大 对吧 总共呢 去推广啊 水稻的什么高速插扬机呢 3500多台 水田呢 角浆整地机呢 2000多台 然后玉米大豆呢 精量播种呢 168台拖拉机 自动导航的设备呢 250多台 然后还有各种大型的智能化的收割机 就是农业田间作业啊 综合机械化率呢 已经达到了98.8% 文产高产达到全国的最高水平 那个呢 还是2016年 6年前 现在呢 这AI智能化机器人 肯定比当时呢 更厉害了 而且现在的粮食呢 又比当时好像多产了一个 韩国的粮食产量啊 整个黑龙江 所以水稻啊 在那的时候是什么概念 水稻那时候 说母产1600斤以上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水稻呢 是精稻不是仙稻 也就是大家要一般愿意吃吃那个新米吗 不愿意吃鸡米吗 好多人呢 可能连这个都分不清楚啊 所产的米呢 精米是很好吃的 但是呢 精稻的产量啊 本身就比仙稻要低不少 而且呢 我们在那很注意的看了 它这个农业呢 其实是绿色呢 是很有保障的 因为为什么呢 田里头能听见虫鸣 流水呢 能见到小鱼 同时他们还搞了一些什么鸭道啊 蟹道啊 整体的科研开发 其实你到一个地方看到田啊 它适用农药化肥多不多 看什么呢 就看到田的那个水沟里头 有没有两栖类动物 青蛙呀 蝌蚪什么的 青蛙和蝌蚪这些的 它的皮肤啊 是要呼吸的 能吸收的 你的水里头呢 如果有这个化肥的含量多 农药的含量多 它皮肤是能吸收有毒物质的 都要死光光 所以你看了以后呢 它的有机的情况呢 是远超过江南的很多地方 它为什么能有机啊 很重要一条啊 东北呢 我们进化了 可以种稻子了 但是有些害虫害草的 没有那么一种进化块啊 所以看看下边这个图呢 是北大荒的万亩大地号 就一万亩万亩在头 它的一块田笼呢 一万亩 所以这个规模啊 在全国呢 是见不到的 它通过大型机械 把土地平整 它这样一个稻田呢 就能一个田笼一万亩 对这个农肯系统啊 在粮食种植里头啊 是有技术的优势和制度优势 就说不是啊 我们改革所说的怪胎 说你是怪胎 而是呢 需要什么 发扬什么 精神和物质力量 就是我们必须啊 对这个农肯制度 中国建立农肯制度是什么 要有制度自信 不光是呢 我们畅想的北大荒精神 其实这个北大荒的制度和技术的优势 其实要变成生产力啊 才是很关键的 其实这个农肯的生产力的效率啊 下面我们会做节目 跟大家去分析的 不是说呢 农肯呢 要被地方主导的改革 而是地方的这些土地啊 农业生产 如果效率不够高的 实际上是应该向农肯系统啊 进行土地流转 因为他就现在 他把种田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技术货 而现在呢 大量的农民的孩子 反而不会种田了 是这么样的 耕者有其田 关键是你要是耕者要会种 所以我们的那个土地承包啊 流转呢 其实相关的政策呢 其实应该让什么 这个农肯系统的先进的农业方式啊 能掌握土地进行更大的收益 所以这个事儿呢 你看东北增产的多 河南增产的多 有些地方想学学 搞个河村并居啊 想土地更高的 更好的技术去生产呢 你看三农专家啊 就跳得很高了 说是什么三炮下乡了 什么破坏这个破坏那个 什么都来了 把这个过程啊 仔细的去看一下 其实那些啊 对于这河村并居的问题 以后我们专门啊 出节目来讲 说为什么要走向这种 河村并居的过程 就是说你一定是要用最先进的体系 去整合地方资源 遏制呢 地方余力国家 只管机构的这种动机 就是说你不能让地方 有吃大户的心态抬头 其实现在啊 对农肯在地方嘛 大家就是想吃大户的 那当地农民呢 也想吃大户的 这里头啊 对中国呢 发展是硬道理 这话是对的 就是谁的效率高 就是谁呢 整合他人 发挥最大的效率 才是改革的动力 你不能说呢 你效率低 相反呢 它的可以继续低下去 而且呢 还以各种保护 各种利益的方式 说你像印度 就是走向这条路 所以的话呢 印度的粮食 总是产不起来啊 效率低啊 现在呢 你很多人想遏制中国啊 就是他传导的一种信息概念 让你怎么样子效率低 他就把你中国遏制了 我们呢 核心工业的城市啊 你可以注意到 你发生变成了直辖市 我们核心的农业 你看为什么 你不能中央呢 直辖 而仅仅是呢 一个部委直管 然后呢 部委呢 有地方呢 有同级 部委和地方呢 变成了一个是条 一个是块 这两个条块分割啊 这种矛盾呢 非常影响效率 我们这里头呢 也可以看几张图 你看这个呢 就是田间啊 自动控制的设备 你可以看它的设备呢 有大量的传感器 这传感器 我们在当时去了 你就给介绍了 里头有多种传感器 包括呢 它对这个倒温病的 包子的浓度 都是监测的 所以这样 它就可以知道 这块田里头 某一块 出现了倒温病 而某些呢 没有倒温病 它没有这些 倒温病的包子 所以它可以这个 就算撒农药呢 精准撒药 它这个田里头呢 有多个的传感器 而这个传感器 对应的呢 我们看下边这张图呢 它专门呢 它有一个中控中心 它中控中心里头 有摄像头 什么都可以看着 就田间的一切情况 都在兼顾着 所以它的这个农业的 现代化和自动化 已经呢 远远高于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这些呢 可能很多网友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说搞农业研究的专家呢 不知道 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尤其还是号称说到处试点 到处下乡了解情况 什么如何如何的 对这些呢 产了这么多呢 都不知道 那就是瞎扯淡 为什么我说 有的人呢 不是傻 就是坏 北大荒的呢 我们再看 就是说在北大荒这些农肯啊 它不光是农业 它的副制品产品 它的加工业也很丰富 我们去看的呢 它那里头有生猪呢 当时纯兰就是八十万头 肉牛呢 纯兰呢 三点六万头 就是全年呢 肉类的总量呢 二十二点九万吨 晴蛋呢 三点四万吨 牛奶呢 三十七点五万吨 就是以万吨来计啊 从2013年开始啊 在省政策的支持下呢 它的肯区啊 有二十三个呢 农牧场的建立了 五十三个单元 现代化的示范的 奶牛厂纯兰呢 一千两百头奶牛啊 一个单元 共进口了呢 两种奶牛呢 二点七万头 投资额呢 二十亿元 所以在这个 2015年啊 肯区的发展就是什么呢 奶牛的纯兰呢 就有十五点六万头 而且呢 肯区有大规模的 加工能力 你看那个文达山乳业 就是他们的品牌 已经成为著名品牌 婴儿奶粉的质量呢 其实也跟世界最好水平 接轨 后续加工能力呢 规模化生产能力呢 达到了规模化的水平 就是说在副食品啊 国家控制通胀的关键时刻呢 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再看这个图呢 这图是美大荒的豆腐加工厂 它的规模化生产高质量的豆腐 就是说不是手工豆腐了 而且呢不添加各种化学成分 其实口味呢是可以跟农家豆腐可比 其实当年我们去那现场都尝了一下 他那个豆腐 就是说你是不是 我们直接到那去尝了一下 豆腐是很好吃的啊 也不适用转基因大豆 这个图呢 你可以看一下 就王达山乳业呢 它的贯商车竟然已经是全机器人化了 就是当时呢 是2016年 就是说它的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 就是这样的一个农肯企业 就是说老百姓在这里头啊 生活质量呢 是提高的 你看在撤退禁区的政策下呢 原来呢 散居的就变成了集中居住 现在很多专家不是反对集中居住吗 这集中居住是很有效率的 他集中居住以后又节约了土地 大概新增了耕地呢 20万亩 居民啊 住宅的水平呢 与城市的商品房呢 无异 而且呢 有不少啊 就达到了别墅标准 在这里头我们看了一下 它房价呢 是多层 1200块钱每平米 两层小楼小别墅似的 1800块钱每平米 这个房价呢 当然是非常的喜人了 当时是2016年 就低房价低支出 然后呢 很多人呢 中低啊 都是开着轿车去的 那幸福感很强的 就是说如果呢 都如他们想象当中的这个改革啊 企业和地方的博弈拆迁费暴增 绝对啊 不是我们想象的呢 房价可以这么便宜 其实这个呢 可以看一张图 这个呢 就是胜利农场 翠平住宅小区 两层楼的售价呢 1800元 这是他当时呢 1800元的每平米啊 这个售价呀 你就这么讲 他1200的那个住宅房 你就算一下吧 你买个两居八九十平的 你实际上就是个十万块钱 好多人当时嘲笑说 东北有些地儿 房子便宜的 十万二十万一套的 卖的什么的 后来他没人了 可能卖的再便宜点 他为什么便宜啊 你看这么漂亮的 旁边的这个农墾的 他农墾的 其实离那个赫岗挺近的啊 我们去的那地儿呢 从加木斯再往前那走 就是跟赫岗很近的地方 他的那个房子呢 你看新房子这么便宜 当然你在赫岗市里的老房子 可能就卖不出多少钱来了 所以说那点房子便宜的 其实你到那看一看 会知道好多事情很有感触 所以对这个黑龙江的农墾呢 我们就看到了什么 对于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这里啊 是我们呢 粮食供给的保障 就是说全国的 其他地方的粮食呢 说是自己啊 实际上是有些地方也是被农民呢 吃掉了大部分 而黑龙江的粮食是什么概念呢 商品化率 大概呢 达到95%左右 也就是说啊 自己吃掉的数量呢 不足5% 95%呢 都是运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有什么 有大量的粮食 是国家安全的保障 就是说安全本身 就是收益 你就知道为什么安全本身是收益 就是说为什么你看 你愿意花钱去买保险 你花钱买保险 买的是什么呢 买的就是安全 所以为何你看吗 这有些三农专家在说 说这农肯是怪胎的时候 收益低的时候 他就没有算这个部分安全的收益 而且实际上呢 农肯收益也不低 粮食增产也这么多 视而不见 知道吧 反过头来还要质疑国家呢 粮食年年增产的数据造假 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呢 从历史上讲 就是黑龙江的农肯系统呢 给国家粮食安全 就做出了重大贡献 就是说每当啊 粮食紧张的时候呢 都是从东北钓鱼粮食 就是说如果你呢 你市场化改革了 你说按照市场规律 那紧缺了就要涨价呀 越紧缺越涨价 你想这个东北的粮食 怎么可以赚取暴利呢 对吧 但是暴涨的粮价 你想对于社会和对于老百姓 就是怎么样的灾难 就你看这个呢 为何也没人算 而且呢 你看东北的 产生了这么多粮食 这么掉出来了 然后呢 人家还要说 当年的发展呢 是掠夺农民 挑唆工农矛盾 为什么我说这挑唆工农矛盾 因为这是有数据在这支持的 知道啊 为什么有人说胡话呀 当时我们也算了一些数据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算一下东北的数据 现在东北呢 给国家的调拨粮食啊 2015年呢 是416亿斤 你就知道 他给国家是调了这么多粮食 所以为什么说他不可能造假 这粮食要调出来的 像有些当时大约进亡产万斤 你这样他调粮食 他调不出来 或者他调出来了 以后当地饿死一堆人 这个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个呢 调出的粮食是什么情况呢 是大米和玉米啊 大约各占一半 2015年呢 大米是多少呢 是263.9亿斤 折合呢 1318万吨 而当时呢 全球的稻米贸易量 仅4000万吨不到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在东北的稻米调拨树啊 是全球大米贸易量的 30%以上 而全球的玉米贸易量的数据 大概是多少呢 1.4亿吨 北大荒的玉米呢 是152.4亿斤 就折合呢 是多少呢 762万吨 也就是说啊 北大荒这个农肯的玉米呢 占全球贸易量的5% 大豆呢 相对少一点 因为北大荒的大豆的产量呢 100万吨以上 是掉拨出来的 大家也知道 中国进口了9000万吨大豆嘛 当年呢 大概是6000万吨大豆 是这么样的情况 但是他这100万吨大豆呢 非转基因的啊 对这个全国市场呢 也有举出亲众的地位 而这个世界呢 粮食贸易 实际上是带有非常强的区域性和国际垄断的 这个数据就充分说明呢 就是如此大的粮食供应量 对吧 这样前边呢 不是有一个毛鱼士在那说吗 中国可以不要18亿亩 然后呢 可以国际买 对吧 这你可以从这看 你就知道 他国际买的 国际的这个贸易量 是绝对解决不了的 粮食在国家手中才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 而现在呢 三农专家嘛 当初就跟毛鱼士混在一起 又是在毛鱼士的研究所任职 又是跟毛鱼士呢 一起下乡 搞所谓的小贷 把小贷还挂了一个羊头 叫扶贫基金 你就知道 现在的这些三农专家呀 是什么样子的立场 而且呢 三农专家早年呢 福特基金又给了钱 后来NGO给他钱 然后NGO搞的活动呢 算作非法 被政府又取缔了 把这个过程都看一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呀 我们为什么反对他 对吧 我们呢 可能说啊 现在啊 中国不缺粮 粮价呢 不再下跌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 粮食需求会发生恐慌的 你看看吗 我们说不缺粮的时候呢 你看最近这三农专家就指责了 说中国的粮食连连增产 是造假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北呢 连连增产很多 我一直说了嘛 连连增产 东北的增产呢 增产出一个加拿大的粮食产量 所以粮食 实际上是靠这个东北农肯 保障在中国手里的 就算这样呢 你在这种质疑的情况下呢 这个粮食的恐慌啊 可能是瞬间发生的 因为一个偶然事件 包括现在讲的俄乌战争 就是偶然事件啊 我们可以想一下 当年说呢 食盐要涨价 有的人呢 就一下子买了一辈子 也吃不光的盐 生生的呢 让各个超市呢 大家买不到盐 而现在工业条件下 你看盐呢 是非常丰富的产品 对粮食呢 如果大家觉得要是不安全啊 一下子呢 我要存两年的粮食 我才安心 你说起来 如果要合冬天了 我要存三年的 也有可能 那这时候呢 中国的粮食需求 可以什么 瞬间分配 到时候啊 市场上无米可买的时候 整个社会呢 立即就会陷入危急政权 稳定的一些灾难 其实想一下 当时非典的时候呢 粮食紧张 对吧 再想一下呢 汶川地震的时候的 东北大米 所以呢 国家的战略安全啊 战略核心 是不能丢掉的 从这个问题啊 大家就可以想清楚了 我们说农肯是有什么样的力量 是什么样的国家的安全的保障 而在有某一些仇视中国的人眼里 他就是怪胎 有一些资本想要余力的人的眼里 他就是怪胎 而且呢 那些资本想余力的 还披着人民的外衣当变萝卜 红皮白然的 从来不提农肯的变化 有关的三农专家 你说这么大的粮食增产 中国这么大的粮食的供应 这些粮食的掉拨等等 研究农业的要跟我说不懂啊 我是觉得是难以想象 把这些数据给大家看一看 有关数据呢 别要那个下边好 找着一说那数据真吗 什么什么的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呢 好多都是那1450 你是否真呢 你直接网上摆渡一下就有了 渡娘都会告诉你 你直接去查都会有的 而且各种数据呢 还能对得起来 所以咱就说数据说话呀 让大家看到呢 某些人啊 可能就是国贼 虽然说他隐藏的呢 比较深 所以对于国贼这样的人呢 咱的话当然就没有好听的了 因为这个不是个学术争论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国本的问题 而且这关系到国本呢 有可能呢 比前面我们说的那个人的问题啊 对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要更大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时间关系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呢 我们继续再讲黑龙江的农肯的 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见